刚才 还有哪一位要发言 请柯建平总装 针对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半钟头 所谓执行九个两个一个分钟 我一直讲这支乱末就是 一分钟就答应你 现在答应 但是前期 我讲话讲起话问题 我还让你 你不要误解我们这次 我讲话讲起话问题 我先不答应你 我们大部分是一样 这个小事啊 大家不要这么便宜行事 觉得说我们现在敲好 7比7比1或是9比9比2 一个5分钟或是15分钟 然后这个 其实落入这个逻辑 就等于在场的立法委员 认同总统必须接受 立法委员的巡打 这就是违反了宪政的精神嘛 我必须要讲 你说一问一答四个字 刚才国民党民政党 根本没有提一问一答 也不认同为巡打 你现在再把这个问题勾起来 我们就很难进行了 因为他们已经讲 没有 民众党刚才国民党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们尊重总统最终采取的什么形式 但是我们先把这三个问题 理清时间 政党分配 政党秩序 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 同问同答 一问一答 还是政党问完以后 由赖清德总统来答复政党之间 一个part 一个part的答复 我们还没讨论到那里 你现在不要再把它勾起来 你勾起来把问题搞复杂了嘛 好不好 不是我要 刚刚庄内雄 刚才讲得非常的好嘛 很大气啊 完全是吻合 我们现在国民党民党跟你们民党 完全高度共识嘛 好不好 不要再去 讲了半天 讲头头头 他讲三个回答 民众可以这样的 这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不能这样的 不能这样的